不要再去細分了 因為分不清楚 太混亂了 一直到後來的裝飾藝術風格 所謂Art Deco就比較清楚一點 一直到現代的 最後這兩個就比較好分 中間這幾個很難分 尤其我們醬絲就 他們根本不是真的很懂 他哪懂什麼什麼主義 反正就是他只是看那個樣子 都把它和在一起好看就好了 這幾棟就是比較傳統的閩南市建築 整修的我覺得修的還不錯 包括等一下就看到林武湖這幾棟 大概就是這條街上 已經所剩不多的 比較純粹的閩南市的 這種房子 閩南市的街屋 這是在書上有一張圖片 也許也有很多人看過 這是一本書上的 那個遠流出版社的一本書裡面的圖片 這樣是山進嗎 對 就我們講的山落或山進 那中間兩個院子 就是這種傳統的閩南市街屋的 那他這種街屋的發展 最傳統的方式就是 就是透過這個單元的空間 不管是祖屋或是天井旁邊的小屋子 就是往深的 一層一層一隻家 看你需要空間多少一隻家 因為早期的技術關係沒有辦法蓋太高 那技術改進之後就往上堆 開始有兩層樓的 那西方的技術又進來 有方形混凝土可以加強 就甚至可以蓋到三層四層 而且不只是前面喔 中間某一些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拉得更高 就是看你有多少錢 你有多少土地 你有多少需要 你就開始像堆積木一樣 去堆出一個房子的除息 那細節再來處理看要怎麼做 所以他就 房子的樣子 隨著實在的眼鏡 材料的眼鏡 就開始慢慢改變他的風貌 所以到最後 這種傳統式街屋樣子的東西 不只在這裡 在所有的街屋 街區裡面 都一樣 都越來越少 因為透過日本的那段時間 很多人都把房子蓋了 有的是因為拆房子不得不蓋 原來一層 門面被削了三公尺 因為要破關馬路 好吧 就順勢 把最前面那一節 就乾脆一起蓋成兩層樓 那做成新的門面 所以有很多的改變 他都有他整個歷史背景的原因 那他們 這很老的店 那他們整修之後 通常我的觀察 因為我沒有一個一個去訪問過 我不是很清楚 細節 不過我的觀察 很多只要開始有 年輕一輩的接手 那他們房子有機會整修之後 就會加入一些比較新的元素 或是新的空間的處理概念 比較符合現代人的那種 感官上 或是使用上的需要 所以那個